请问本期咱们聊聊现阶段 合资车是不是一个落后的代表 你不能这么说 但的确合资车在咱们中国的汽车市场上的竞争力 是很明显的下降 以前很多现象级的销量的车 现在你看销量是很惨淡的 你比如说像齐骏 你比如说像铃木都退出中国市场 就很惨淡 那是因为的确咱们的国产品牌的实力增长的太快 产品的确做的非常的好 所以就把合资品牌这一部分的空间在很大比例的压缩 包括你看东风旗下的那几个合资品牌之前 打那么大的折扣 C6在多少年 五折可能都不止了吧 十几万 是 这个事客观存在 所以现在现阶段合资车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 就是怎么说呢 就看他在后期是不是与时俱进了 因为其实你看奔驰宝马 这是你们看到的 他们的确是在与时俱进 而且他们的确是在为中国市场去改进和去研发他们的适应这个市场的产品 包括像为中国做的这些所谓的长轴距的车 你看以前只是简单的一个拉长轴距 而现在都已经有自己的独立的底盘编号 而且是从原生是有独立的一个研发方向 而且不会有像之前咱们说的那种就单纯的拉长已经不是那样了 更重视 非常重视 而且尤其是豪华品牌 你像比如说奔驰我看到数据 还有七夕看到数据 都超过百分之六十 全球中国市场单一市场的销量占到全球销量的百分之六十 那我很直白说你得为这市场跪舔了吧 因为你看咱们现在已经对于车这个事的认知在很大程度的改变了 以前都是品牌去造一个车 我要给你传达的是我品牌的意志 你站队就行了 我张三是这样李四是那样 不同的性格你别给我提意见 你听我说 现在你看看理想也好 你看看未来也好 你看看比亚迪也好 你看看长城也好 消费者您需要什么 我给你安排 卡那车坐的 没毛病吗 消费者突然觉得我靠我真成上帝了 因为你想有一些明显不合理的 你比如说理想当时L9说电信门加手那事 我自己试了 那说白了你不就是自己在把手往里塞吗 但即使就在这种情况下 理想也没说什么 我直接给你加一开关 你可以不用这工程 你关掉它就好了 如果你觉得你控制不了你把手直到往这门缝里塞的话 你可以把它关掉 是不是你看把消费者都已经捧到什么份儿了 你永远是对的 只要在车规安全标准准许的范围之内 你永远都是对的 所以现在市场全都变了 市场变了 真的取向都变了 它已经不是说什么你合资品牌 国产品牌 进货品牌 这么个概念了 就是你谁把我伺候的好 我买谁 是这么个逻辑 而现在合资品牌 你说它存在的优势 之前是有优势 可能是一些口碑的优势 品牌的溢价能力 洋气 等等等等 但是现在这个优势 你不能说它没有 但逐渐逐渐的在被我们非常强大的国产品牌在蚕食 对吧 而且现在国产品牌也都快变世界品牌了 除了之前我提到过的一些地缘政治问题 你比如说欧洲你买不过去 北美卖不过去 韩国卖不过去 日本卖不过去 因为他们是主流的一些有汽车品牌的国家 除此之外 新一兰 澳洲 南美 俄罗斯 亲眼所见 卖的呼啦呼啦的 早期咱们这边搞合资 是一个双方共赢的一个事吗 早期搞合资其实某种程度上是降低造车的成本 然后再有咱们也去学习别人的技术 其实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你想进我市场吗 好 你不能自己进来 你得跟我合资进来 在我这建厂 造车 那在造车的过程当中 那我们的工程师其实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对吧 你看啊 早期呢 是只是在我们这建厂 在很多进口配件还是从海外来来 对吧 但是呢 逐渐逐渐 咱们中国会要求一个什么呢 叫做国产化率 就是供应商比例 供应商国产化率比例 你包括特斯拉一样 你虽然是全资的对吗 你不是合资的 但你会发现在中国造的特斯拉的车身上的所有的配件的国产共用商比例在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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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在增大 那说明什么 就是你让汽车这件事生产的这件事在带动整个你的工业在前进在提升 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这是可以直白的说的 就是我们在合作的同时 我要学习 我一定要学习 对啊 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的汽车市场 汽车工业成长了那么快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学习 您觉得现在本质上就是国产车也好 进口车也好 还有投资车也好 它本质上就是造车的工艺的质量啊 包括里面的味大不大呀 这种这种还有很大差距吗 我觉得那跟你是进口还是国产区别不大 但是跟你的价位的区别可能会还存在 对 因为这个东西它还是跟城门有关系的 你国产很贵驾的车 举一例子现在仰望U8 我靠那非常棒啊 它缺的是什么 它仅仅缺的是溢价能力 就那台车的配置 你看这台车现在卖109万对吗 但如果你单通配置 从产品力上来说 恐怕你花200万 应该买不来一个这样的车吧 因为你车有事了 所以我敢说这话 但它好卖吗 它依然不好卖 因为它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 去建立它的品牌的认知 在每个消费者的脑子里去建立 我是高级的 我是有溢价能力的这样的一个认知 因为你也知道买车这个事 随着你价格的预算的提升 你在这个价格的预算比例 所以品牌溢价能力所占的份额就越来越大 对吧 因为谁没有一颗装备心呢 你千万不要说你没有 那不可能 你一定有 我之前以为这个问题是因为跟标准有关 就是订口的东西比核子的车好的往往不是因为门槛高吗 不它也分什么规格 你比如说墨西哥规格 美国规格 中国规格 那规格是不一样的 就是投向哪个市场的车都是按照那个市场的规格去制造 你比如说为什么加拿大规格的车来不了中国 因为规格不一样 你不符合我这的规格 并不是说你哪对或者哪不对 而且咱们也有咱们自己的碰撞标准 也有咱们自己的环保标准 你说碰撞咱也有CNCAP也有猪毛炎对吗 别人那有25%偏执 咱也有25%偏执 这大家都不怎么看国内的数据 觉得有问题 不用这么重央媚外 因为你速度角度跟碰撞物的硬度这都是一样的 这就叫标准 你别人有WLTP 咱有CLTC 对吧 这各种标准都有 你符合你的形式环境 我符合我的形式环境 你做你的标准 我做我的标准 没问题 但让我说二手保值率 还算是合资车一个小小的优势 有吗 你要不然再看看 或者坦克300 你不是买了一个吗 保值率怎么样 没想出 所以就没了解过 要不你了解一下 行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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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